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本书在1937年由伦敦格兰茨出版公司出版 后来又改名为《悉行漫迹》出版了中译本 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就在国内国外 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和轰动 这本书是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 冒着生命危险深入到被国民党 封锁了九年的红军根据地 用四个月的时间进行采访 记录下了他的所有的采访见闻 这四个月的旅行采访 可以说是深深地改变着 这个来自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 新闻记者的思想和感情 他在书中毫不掩饰他对红曲人的欣赏 用他自己的话来说 那就是创造这本故事的 勇敢的男女战士 现在正在每天用了勇敢的牺牲精神 在写着许多别的书 有许多位 是我在中国十年以来所见过的 最优秀的男女 让斯诺感到惊讶的是 红军官兵们都太年轻了 他说 普通士兵的平均年龄是19岁 虽然许多红军士兵 已作战七八年甚至十年 但大量还只是十多岁的青年 那些身经百战的老战士 现在也只有20岁刚出头 红军不叫兵 在中国这是一个很遭反感的字 他们称自己为战士 而与此同时 军官们也同样非常年轻 斯诺说 他们的平均年龄是24岁 这包括从班长 一直到军长的全部军官 平均年龄24岁 尽管这些人很年轻 平均都有八年的作战经验 所有连以上的军官都有文化 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 都是高学历人才 而且还有留学归来的 不要以为军官们有什么优待和保护 和大多数军队不一样的是 红军的军官伤亡率极高 斯诺在书中是这么写的 他说 他们向来都是同士兵并肩作战 团长以下都是这样 一位外国武官曾经说 单单是一件事情就可以说明 红军同拥有极大优势的敌人作战的能力了 什么事呢 红军军官们习惯于说的是 弟兄们跟我来 而不是说弟兄们向前冲 在国民党发动的第一次和第二次最后倾脚中 红军军官的伤亡率往往高达百分之五十 在红军中 人们可以看到许多证据 二十刚出头的青年 就丢了一只胳膊或一条腿 或者是手指被打掉了 或者是头上或身上留有难看的伤痕 但是他们对于革命 依然是高高兴兴的乐观主义者 艰苦的环境下活着已然不易 而让斯诺感到更加惊异的是 在红军中 他们能坚持一边战斗 一边学习 因为有好多红军士兵很小就参军 没有机会接受教育 斯诺观察到 在每个联合每个团 都有一个场所叫列宁市 很多文化活动都在这里发生 比如说列宁市的一角 是专门用来学十字的 有三个十字班 十字不到一百个的一班 十字一百到三百个的一班 能读写的字超过了三百个的 又是一个班 每个战士的笔记本 都挂在墙壁上指定的木钉上 除了那些年轻的红军官兵 斯诺在书中还写了一位特殊的老人 就是这位 徐特丽先生 要知道61岁在现在不算老 可是在年轻的红色中国 61岁那就真的是白发老爷爷了 在苏区所有人都叫他是 教书先生老徐 他是个极受敬重的教授 在50岁那年 突然放弃家庭 四个儿女 以及长沙一所师范学校校长的职位 投身到共产党中来 徐特丽告诉斯诺 毛泽东是他在长沙师范的学生 那时他的数学成绩糟透了 但没想到 后来老师却和这个数学差生 一块闹起了革命 徐特丽告诉斯诺 我早想当共产党 但是没有人要求我参加 我年已50 我想共产党大概认为我太老了 但是有一天 一个共产党员 来到他避难的地方找他 请他入党 这个老家伙高兴至极 他当时想到 他对建设新世界仍有一些用处 不禁哭了 徐特丽激动地告诉斯诺 在西北 文盲几乎达到95%左右 在文化上 这是地球上最黑暗的一个角落 你知道吗 陕北和甘肃的人静 相信水对他们是有害的 这里的人平均一生 只洗两次澡 一次在出生的时候 一次在结婚的时候 他们不愿洗脚 洗手洗脸 不愿剪指甲剃头发 这里留辫子的人 比中国任何其他地方都多 但是 所有这一切 还有许多其他偏见 都是由于无知愚昧所造成的 我的任务 我的任务 就是要改变他们的这种思想状况 书中说 他们的成绩确实卓注 比如说在红军模范县新国 就有三百多所小学 八百多名老师 当红军撤离新国的时候 文盲人口已经从所有人口中的比例 降低到了百分之二十以下 从老人到红小鬼 从领袖毛泽东 到普通的战士 在红曲采访的四个月时间 斯诺和他们同吃同住同劳动 和他们产生了深厚的感情 他把自己的所见所闻 汇聚成了三十万字的 红星照耀中国艺术 这本书作为忠实描绘 神秘的红曲的第一本著作 不仅在当时产生了强烈的反响 而且直到他去世之后 直到现在 仍然是国外研究中国问题的 首要通俗读物 斯诺用他后半生的几乎所有经历 继续对中国问题 进行探索和报道 新中国成立之后 他曾三次来到中国 和毛泽东 周恩来会面会谈 在1972年2月 尼克松总统要访华的时候 他原计划是以随团记者的身份 再次来到中国 可惜的是 因为病魔缠身 未能成形 三个月后 也就是1972年的5月 斯诺去世 在弥留之际 在病床上 他用尽生命的最后力量 面对中国政府派去的 以马海德医生为首的医疗小组 说出了一句话 我热爱中国 根据他的遗愿 斯诺的骨灰 一部分是放在了 北京大学校园内 因为北大校园 也就是当年的燕京大学校园 是他1936年 前往西北洪区 探险旅行的出发点 也是他1937年 开始写作 《红星照耀中国》的地方 今天 大家还能在北大校园内 为名湖畔 找到斯诺的墓碑 上面写着 中国人民的美国朋友 埃德加斯诺 好了 我们对埃德加斯诺 所写的 《红星照耀中国艺术》的分享 就到这里 感谢收看 我们下次节目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